美国之邦大联盟最近一直输球的洛杉矶天使 在今天终于一吐怨气了 光泉军团在对战旧金山巨人的第一局 就靠着大国祥平敲出带有一分打点的安打 先迟得点再加上天使单局又抢下四分 中场就以7比5拿走胜利也终止了七连败 很久不知道赢球是什么滋味的天使队 在主场迎战巨人光泉军在一开赛 靠着欧塔尼场收开记录 这个内脚的大坏球大鼓照样打穿中线 帮助球队先迟得点 接下来也带动了球队的攻势 安打一棒接一棒 天使在一开赛就抢下了四分大局 这场比赛的大鼓其实打击手感很不错 好几球咬了扎实 但运气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手感火烫的大鼓 任谁看的都太怕 在八局下半天使三壘有人 再度轮到了欧塔尼桑 要降低伤害的最好方式 就是别让他打 本季第十五次故意四快就保收 一上来的大鼓逮到机会又起跑了 成功跑出本季第十六次盗雷 虽然大鼓没有超出纯雷达 但是他拼战精神感染给队友 帮助天使7比5拿下胜利 终止进持的七连败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